早安 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那天看到的一篇文章 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分享这个 退休之后不要做的 不要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看到这篇文章 所以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这样子的 就是两个夫妻 他们就是平时都很认真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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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呢 认真工作完之后就 每个月的退休金两夫妻加起来有五万七 那他们呢就想说好 那虽然都退休了就应该好好享受一下 人生所以他们呢就是 当个退休的月光族 所以每个月就是到处去旅游去玩 然后就是五万七的花光光 反正下个月的钱就会再进来 然后再继续去玩 这样子好 那这样子为什么 要来讨论大家当然应该可以猜到一点结局了 那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 好他 老公呢就突然生了一种病 好然后因此需要手术 需要二十万 但是他连这个二十万都拿不出来 所以他就必须得跟 呃他第一个想到 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跟他女儿 就是借这笔钱好 那那时候就是一直打电话给他女儿 他女儿也联络不上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那他就感觉又很着急 所以他就跟亲朋好友见 那亲朋好友看他就是 每天就是一直在玩一直在玩 然后就想说 你都过得比我还好了 还要跟我借钱 我都比你还要难过才借你钱 对不对 所以就没办法借 然后好家在就是他女儿终于接电话了 然后他就跟女儿接到了这二十万 好那他又想说 那我到时候就是要赶快把这个二十万还给他女儿嘛 然后他老公就是开完刀之后呢 就变成就是要卧床 没办法就是也没办法再出去玩 好那这时候他在照顾他老公的这个期间 他也发现说他自己生有点怪怪的 所以他就去看医生 好那他做了检查之后就发现说 他自己也生病了 好然后就他又没钱嘛 所以他就紧急在跟女儿调度十万块 但是因为女婿也就是说怎么办嘛 就是都没有自己存一下钱 好然后他们也还在还房 但又有小孩要养 然后还要支付这笔钱 所以有跟老婆小吵架一下 所以就是他们的见钱导致女儿跟女婿 就是有一些状况出现 好那所以他也开始反省到说 真的不能这样就是把钱都花光光 所以我们在学理财的这路上都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先存好一笔几亿倍金来预备不时之需 可能是临时没工作 或是可能是有其他的大笔的支出的时候使用 那第二个方式当然就是做保险的转嫁嘛 然后因为为什么我们就是残险车险他强制险他都会要求我们一定要保 就是因为讲难听一点就是一个保障 因为台湾讲难听一点也是很密集 然后车祸其实也很平凡 然后有时候是你不撞人别人也会来撞你 所以真的很难讲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小额的保险来做一个保险的转嫁 这个也是蛮好的也是很需要的 因为大笔的金钱我们也是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一定要存紧急预备金 不管你在做投资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预备金给存好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做一点保险的好像医疗险啊 这也很重要嘛 因为我们人总是人就是一个机器嘛 然后到一定年纪之后一定会一直要进场维修就像车子一样 所以保险很重要 那如果有需要保险方面的也可以找我 我本身也是保险的业务员 我是公胜保金的 然后可以帮你做规划 那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之前也有分享过嘛 那保险如果说你想要他来做赚钱的话 可能是比较难的啦 但是他可以就是规避一些税率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预备金真的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得先存半年到一年的生活费 比方说你一个月需要三万块的生活费 那你就是半年就是三六十八万 那如果说一年的话就是 四二嘛就是三十六万 就是先存起来 然后那笔是就是比方说定存或什么之类的 随时要挤的都很方便这样子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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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